接下来请本院叶玉兰叶委员 谢谢主席 刚刚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这个淑慧理事长老伙伴 然后也谢谢张律师的分享 以及前面几位先进 其实我听到我的同僚 这个赖湘林委员在叙述他被害的过程的时候 他的惊恐仍然存在 那我在上个星期五 我们的立法院的国事论坛上面 我就做了一个三更钟的报告 特别说要献给天上的被害人 不过我刚刚马上把它改成 被害人还有在人间的 那上个礼拜 上礼拜要讲的原因 当然是因为在上上星期五 发生了这个新店的随机杀人事件 那这个新店的随机杀人事件 我想我们在未还委员会 现在有很多人在谈那个议题 那其实被害人 我刚刚讲说不只是天上 又在人间的 不论他们的身份 赖湘林委员 他是一个强势的被害人 那我们还有一个更位高权重的 犯罪被害人 是我们立法院的这个院长 有习坤有院长 我上次看他在谈那个恐吓案 他担心他家人被害的那样子的惊恐 准备了手板 他很努力的去准备手板 我是很想让每一位都知道说 当你成为犯罪的被害人的时候 那样子的心理 受到的创伤 你的所有的 这个世俗上的地位 是骗人的 我自己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也曾经被抢过 我知道那一刻 当我突然变成被害人 我不再是以前的警察大学的老师 不再是一个 刑事司法的 这条长河的这边 我已经跨到另外一边之后 我知道被害人的感受是什么 所以我在1994年回来之后 我就开始积极的去参与了 我从参加妇女救援基金会 参加现代妇女金金会的很多活动 那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个社会安全网 等一下王宛玉委员 他可以谈更多 可是我们去看政府所做的这些 这些的捕破网的 这刚刚陈淑珍律师 他也提到了 我们其实讲的 说得吹得转头 但是真的要去接网的人 要去接的人跟钱在哪里 包括我们看到 在讲的两个星期前的 这个随机杀人的 他一开始就告诉你我有病 不吃药 可是你知道我最近过去这几年 我在台北市参加这个社安网当 当他们外聘都道 我去看到台北市还有一个很勇敢的精神科医师 黄耀静医师他愿意来当我们 我们两个在警察大学里面 其实我们是立抗非常阳刚的警戒文化 我们从那个时候有多少的警察同仁告诉我们 老师你们不要支持这种恶法 支持这种破坏家庭的恶法 然后到现在其实在台湾 不要说在台湾 我觉得在全世界 我们警察的在做家暴跟性侵的保护上面 我觉得是最好的做得最好 但是我觉得这样是不够的 不够的为什么不够 因为在103年我们主改之前 那个家房会还在内政部 我们还可以彼此还互通有无一下 103年之后 都赶到这个卫福部 所有的钱所有资源都在卫福部 所有事情是要警察来做 这样有道理 因此我还是有梦 我觉得我们愿意做 因为我们现在警力是够的 我们也有人才 也有人有这样认识 可是你拜托你们在修法的时候 你要给做事的人 总是要有钱 你的预算要给做事的人 我会希望我们现在不是只有妇幼队或是少年队 应该在把犯罪被害保护的业务 加进来之后成立一个保护大队 有专人专责 然后还有钱 所以拜托行董事长 拜托您 谢谢 好 我们谢谢叶委员 也请我们那个行董事长 那个参考一下委员的建议 成立保护大队 我会想要路的建议 我会推荐 更好